5月最後一個台股的交易日了 今天最後一盤很精彩 這叫做暴力狂拉 因為出現了今天逆轉 今天大盤是拉一個紅K棒 所以最終是大漲了197點 而且我們的前全職股台積電 其實今天最後一盤拉很兇 現在說收在560元 而且最重要的是突破了季線 很多人看季線 對於電子股來說 這叫做生命線 因為站上去就代表是轉多了嗎 今天台積電是大漲的 而且鴻海其實也是創下了波段新高 這一波以來走勢非常的強 聯發科今天也站上了900元大關 是上漲超過3% 也一樣它是突破季線的走勢 所以現在6月可以期待了嗎 因為其實聯發科 今天是舉行的股東會 而且在會議中就宣告說 他們要配發的股力創下了歷史新高 台港大售最新5G晶片 聯發科又有好消息 股東會通過今年每股要發73元 創歷年新高 也是上市櫃公司Top1 除了鼓勵股民最關心的還是半導體需求雜音 聯發科董作蔡明介認為全球數位化轉型 半導體長期還是看望 過去這半年來這個土地的直視 然後這個經濟的變化也蠻大的 其實相當動態 這個虛弱消失也不會說是消失 可是有些是因為已經滿足了它虛弱之後 它會從下一波 而原先吃緊的代工產能也見舒緩 今年部分產品都有充足產能 聯發科只剩一些還在缺 全球半導體當然這個雖然說有一些逆功了 不過長期的展望是樂觀的 聯發科的成長會高於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平均成長率 不過通膨戰爭影響下 三星還是大砍今年智慧型手機產量3000萬支到2.81支 比原先少10%而美系外資最新調查 更曝光亞太科技股半導體庫存天數 低級已經來到了73天 這是高於過去三年平均 IC設計IDM庫存都是明顯暴增 晶圓還有後段封存也高於季節性水準 只剩電源管理IC庫存水位人偏低 處於健康狀態 IC設計公司跟整合原件製造商IDM 他們的庫存天數確實看起來比較高 到底是因為景氣趨緩造成的現象 還是因為去年業者重複下單 筆電 手機 消費型產品需求疲弱 反倒是電動車市場需求越燒越旺 也成了半導體業短期的最大支撐 東森財經新聞 可謊明葉子晶 台北報導